六港平安宮是六港尚在馬祖廟之一 因為當季時的環境也有全部作用頂頂的影響 建築的表面有出海洩淡、出海鳥水 也有白色頂頂的問題 為了保存重要的文化主催 主化館政府接著建築經費 建築到文化部文化主催局 核定收穫頂頂 且和在去管護基盤開港電列 關注王匯比担任正人 尚基求收穫頂頂頂 祝福館觀點五十六港平安宮 修佛家在利用港電開港電列 關注王匯比 平安宮主委舒適親頂人出席 祈求收穫頂頂頂 希望百年股廟可以再現方法 六港平安宮是六港尚在馬祖廟之一 因為當季環境因素和成不作用的活力之下 讓廟來拔濕水 觸電流水和白色為害重點問題 經過管護這個政策經費 在文化部文化主催及保祖 和尚廟風阻就跟管護破口 都總1652萬 辦理收穫頂頂 我們在74年指定為限定古蹟 也在80年代的時候修復過 經過一段時間包括我們的一些地震 風吹雨打 那也導致我們的一些牆壁滲水等等的一個 白色的問題都三星 那這次的修復特別謝謝文資局補助給我們1,125萬 廟方自己拿出了75萬 那原本核定是1,500萬 因為招標的物價上漲 以及我們的這個議事的工資的部分 所以後來縣政府又多拿了160多萬出來 所以我們後來的總發包金是1,652萬 那我們希望能夠如期如值的來把它完工 那工作時間有500多天 一直到我們的這個114年初會來完工 那屆時點些面來做串聯 讓我們地方的旅遊能夠更加的這個 多文化的一個這個多彩多姿 那縣政府在這個文化修復的部分呢 不遺餘力喔 今年這個是第五個工程的一個這個動工 我想在這邊再次的謝謝文化局 所有同仁大家的一個辛勞 那怎麼樣把仙人的東西能夠保存下來 變成我們點些面具做串聯 讓更多的文化古蹟能夠升值我們民心 能夠讓我們這個旅遊呢 也能夠更加的有文化更加的多彩 主委是很感謝管府和文化博的到三天 希望將體修後後 可以讓六港行安宮再現奉華 行安宮官女會這次是 事業辦事室的心情 非常感謝張華縣政府 文化局 中央文化文資局 這個能夠來協助提供這些主委 將這個 憲安宮三級鼓勢可以修復 不然這個鼓勢很容易會受害 那我再次肯定這個我們張華縣政府文化局的團隊 這麼用心的幫我們這個能夠順利的招標 那憲安宮管委會也一定會配合施工單位 以及監工單位 包括我們地方的這些文化工作者 能夠把這一次用了那麼多的錢 好好的使用 好好的為這個除了工序之外 材料之外 除了原貌之外 我們一定要做好品質 這個我們能夠讓陸港的 憲安宮成為一個景點 增加一個廟一個特色 能夠增加我們陸港的特色 這次舒服復 stimulate 包括主體建豬的舒服 和水店 小鴻甸甲甲甲甲甲甲 甲甲甲向以跡575日進行 以及184年 värーん severely 希望能夠印象 憲安宮 勢部的肆誕力